南投的景点天空之桥从青年7月开放以来 短短四个月观光人次就已经突破了百万了 平均一个月是有25万人次造访 第一百万的游客是一名来自新北市的75岁廖先生 他很幸运的得到了终身免费可以走天空之桥 另外还有温泉住宿券等等 价值大概4万块的商品 天空之桥参观游客突破100万人次 这位来自板桥75岁的廖先生参加了区里自强活动 幸运成为这第一百万名天空之桥的游客 县长李朝青为他披上彩带道贺 天空之桥从7月15号开放以来 参观人次短短四个月就突破百万 平均一个月有25万人次造访 第一百万名的游客可以终身免费行走天空之桥 还加送了六张的温泉住宿券等价值大约4万元的礼品 清除天公之桥人次破百万 第一百万名的游客奖品丰富 前后20名的游客也都有凤梨苏礼盒 可谓是皆大欢喜